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有评审还有敬爱的建设社友们 大家晚安 晚安 大家猜猜看我的人生观是什么 是足常的 足 代表双脚的意思 所以当我有了双脚 我就能走遍全世界 但是真的有那么简单吗 没有 我的人生观没有那么简单 当我没有健康 我有双脚又有何用 当我没有钱 我有岂能走遍全世界 那我人生观究竟是什么 这个足 其实足够的意思 当我有足够的钱 我就能走遍全世界 当我有足够的健康 我能爬百月行万里路 而我的要求也很简单 我只要有足够的钱 我只要有足够的女朋友 这边当然是指一个 甚至我要有足够的能力 为什么 当我有足够的能力 我才能足梦踏实 足梦的足 是建筑的足 但是其实在这边 我们可以想想看 把它换成这个足 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能力 我们如何能足梦踏实 那只是白日梦而已 但是我们也可以把它换成满足的足 当我们都不能满足的时候 又如何能足梦踏实呢 因为那个梦 永远你都追不到 因为你不满足 在这边想问大家 大家有没有投资失败的经验 股票 房地产 创业 为什么会失败呢 不外乎就是这两个足 第一个 能力不足却硬要做 准备不足 经验不足 各方面的不足够 但是我们却去做 所以我们没办法足梦踏实 第二个 因为不能满足 比特币在冲高的时候 我赚一千块就好了 涨到一千我就满足了 到一千的时候 两千我就满足了 三千就满足了 最后这有足梦踏实吗 当它掉落的时候 这个泡沫带着你的梦一起 磨灭了 有一句话是 人生不如一之四十之八九 是吗 大夫听过一句话 人比人气死人 最比不是这个 这句话正确的意思是 人生不能让你满足之四十之八九 像我 我也对自己有属于满足的地方 我太瘦了 我这样交不到女朋友怎么办 但是我 我自足 我满足 因为我还有身高 如果我整天琢琢不前 只为了那一点点 只为了那些不如一之四而干扰自己 我现在也不会有女朋友 所以我们要往正面去看 那 在这边呢 我想要送大家 就是两句成语 来做为今天的结尾 第一个是 知足常乐 有了知足之后 就会快乐 第二个是 家富民族 当每个人 都知足的时候 家就会富 因为大家的精神都很富裕 那 与大家共勉 真谢谢大家 请报时 三分十八秒